星期六如果我们有第一次来参加的我们的直播的朋友欢迎大家我今天呢是想跟大家讲两个星期前 那我们上个星期的周六呢我们就邀请了一位啊在新加坡工作的啊马来西亚人哦他已经拿到新加坡的这个啊PR了啊那就就就总之他的他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出生跟长大的啊 那他的故事他的探索的故事呃非常精彩啊我们会一直找这些有趣的马来西亚人的故事关于对于金钱的理解关于投资关于理财的有趣的故事呢带给大家非常的真实对不对啊我们我们就每一位上来这边跟我们聊天了从Isaac啊so呃就是我的助手了对不对然后从芳怡从呃这个Rainey 然后到现在我们除了送大的员工一开始我们找一些送大的员工来这边聊天送大的员工以前也是送大的学员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找一些呃不是我们的员工然后在呃学员之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呢陆陆续续来给大家做这个分享啊那上个星期的Polong呢然后在之前的呃Kelvin呢在东马西部的Kelvin就越来越多了 那我会告诉你会有更多的故事呃我不小心在这边跟大家做了这样子的分享还有这样子的方向中呢其实越来越多有趣的送大的学生的故事在不断的出现那呃送大的学员里面有很多呃这个很有话题性的人物OK以及很多很真实的马来西亚人的故事啊我们轮流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呃 呃其他的马来西亚朋友聊一聊的话那其实呃很多的故事都很有启发的啊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很真实太真实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是我们能够重复的每一个人家经历过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重复的所以我们可以去窥探一下人家经历过的东西窥探一下人家的人生窥探一下人家的价值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让我们更快的成熟啊 不要走那么多的冤枉路以及更加快的完善自己的价值观有了正确的价值观理财观消费观念你才能够做得好投资的哦因为价值投资呢我们讲价值投资它去到一定的程度它已经不是技巧的问题去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是在比想法的问题OK是在是在比你的价值观比你的信念对吗 很多事情我们知意行难嘛我懂了道理我懂了做起来的时候呢就畏手畏脚或者做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妥协很多hanky banky的东西对不对so回到最后价值观对吗信念你对这件事情的投入程度how deep you commit对吗就回到这个东西上面了 所以我就不小心发现呃中大的学员分享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跟人生经历呢在别的地方对吗各位同学在别的地方呢你找不到的哦只有在陈建老师的直播这边你才会找得到哦我们这么坦诚的跟大家聊这个金钱聊投资聊理财观念聊这个关于财富创造跟致富的态度啊是呃 呃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有他的特别的支出了哈我不懂同学们你们怎么看啊因为当你可能你们觉得哇是哦每一次有不同的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的马来西亚人跟我们做这个分享的话呢此时点你就不想看到我在这边一个人讲了哈哈对吗哎呃陈建老师一个人出来讲东西啊他一定要要买东西了他一定要叫我们了去sout value farmer有嘉宾有会有跟嘉宾交流的 火花如果我自己在这边独唱对吗solo的话呢那我呢就会分享一些我最近的思考啦ok以及我的观察啦还有我的可能在想法上面有一些的突破啦啊当然不会一个人不会每个星期都有突破对吧一个人有每个星期都有突破的话那他的层次应该是这个相当相当的初级啊所以他很容易突破 而去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就要累积很多东西你才有机会发生一些突破啊那么呃今天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我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啊呃solo跟大家讲回的呢其实是啊我发现到一个有趣的东西啊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关于呃fire运动两个星期前呢关于fire运动有些同学可能还不知道呃没关系我们再介绍一下哈 啊fire运动啊fire运动就是fire是个字代表的是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d retire early嗯财务自主以及提早退休那我们这边就不讲财务自由我觉得财务自由的话呢层次更加高财务自主的话呢我觉得我只是可以去到一个我比较多选择我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能力以及嗯 嗯我可以活得比较随心所欲啊对了关于这个活得比较随心所欲啊对了关于这个活得比较随心所欲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呃这个这个活得很放浪我们不是说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任性而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权以及我们心中很有底气的那种嗯那种状态 它可以大大的增强我们生活在当下的那种幸福感无论是你家庭的形式还是以个人的形式啊能够增强我们当下的一种生活的幸福感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东西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用金钱能够买到的对吗那呃我为什么我很高兴在这个时候 可以跟大家谈多一点关于FIRE运动 其实我之前没有我之前的呃关于理财的启蒙是来自于穷爸爸富爸爸那个书啊那90多年了90多年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是20多年前的一本风博全世界的理财书籍但是呃关于FIRE运动呢我是我前两个星期就讲到它是2010年之后呢才 在美国那边呢啊像野火这样子呢蔓延开来所以我觉得这头这个火呢是时候烧到马来西亚这一边的了那当这个火烧到马来西亚这边越来越多人去明白这个FIRE运动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找怎么去implement这个东西怎么样implement我我我我如果我很buy FIRE这个概念的话我怎么去implement那其实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在松大我们不断的我们不断的努力跟打造啊我们不断的努力打造之下呢其实grandpai我们这一边offer了一个解决方案是让有兴趣执行FIRE运动的朋友们你找到 你的那个你用什么方法去做还有整套的方案在松大这边呢我们已经比较完整的可以为马来西亚人做了出来那这一点呢我其实还是相当骄傲的啊 就我们一开始没有刻意的向FIRE这个方向去走的只是我们一一路在走我们走value farm 对不对我们鼓励大家都价值投资做价值投资方面的农夫 然后我们出现了这个employed investor的概念啊我们可以一边享受我们的工作 然后我们一边呢去做我们的投资储蓄 对吗那有机会我们可以变成在呃被动收入上面cover我们的日常生活开销那我们就可以去到财富财富自主的这个状态了 那我们不一定要鼓励大家哎你自己去炒你老板鱿鱼你去创业吧你自己做生意吧如果你要变有钱的话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到这么激进的那个程度的那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full time investor的哦 full time investor的这个路线如果你逼自己去做的话那你很容易变成full time trader ok你以为自己是full time investor其实你自己是full time trader 嗯 那么我先将这个关系给大家接下来啊我们接通一下 呃 虽然你说有没有卖花在花香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呢 啊呃你们自己可能不同人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在官派这一边很用心的推广这个价值投资跟用定期存股的方式去鼓励大家尝试啊在股市里面找好的股票呃作为一种储蓄的替代 实实实在在的跟这个fire运动呢是接上轨的跟这个外国提倡的做法马来西亚我们这边是接上轨的所以我有责任跟大家讲清楚我们怎么样跟这个fire运动接上轨道了哈呃财务自主怎么做啊看到有同学问这个留言对吗啊 so csl agnes hello so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东西啊 首先关于fire运动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 各位同学可以看得到吗 这是maybank的网站哦 原来maybank的网站也有这个东西的哦 那啊呃we Lee Wong就有讲到财务自由怎么做对吗财务自由怎么做 ok好我们就来谈一谈呢这个问题啊 so第一我们明白啊没有人可以没有人能够可以一夜之间发达一夜之间发达的那个不是财务自由来的啊 你们看过很多那些中了大多中了大奖中了大财的人啊 之后他的生活没过几年就打回原形甚至比之前更加惨啊 啊我们华人讲到的正财跟横财吗 你突然间发了一个横财的话 其实你的你的生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handle这一笔财富的 横财是很容易啊不见调的正财是你有能力吸引这些财富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的 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个fire运动跟你要做财务自由的话呢 你要从正财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建立 而不是突然间暴富炒两个股票突然间赚了几倍 你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那是大忌啊大忌啊 因为你一定会连本带利还回去的啊 嗯OK那么我们回来看一看Maybank的那个website啊 我不小心发现到了这个这个这个原来我们Maybank这里有有有讲的哦 啊 so 发言运动 can you achiev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OK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介绍过了历史啊 从国外传过来的 什么是fire运动啊 so 它是让我们普通人能够寻求提早退休啊 透过什么东西啊 透过储蓄跟投资啊 而且呢是aggressively啊 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去做储蓄跟投资来做到的啊 so 怎么样啊怎么样做到啊 啊刚刚啊villyvillywong同学问到了哎 老师我怎么可以财务自由啊 那他这里有步骤的哦我们来讲一讲啊 然后我告诉你官派我们在value farm这边呢 怎么帮大家做这些事情 可以接得通的哦 啊 第一 他说要找你的fire number OK怎么叫做找你的fire number呢 就是需要找到你你自己要有多少钱才可以满足初步的财务自主 OK sofire number呢每个人不一样的 其实我前两个星期已经讲解过的了 就是你每一年的开销的25倍 你你需要有一笔钱 这笔钱你可以简单的将它算成你每一年的开销的25倍 啊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哈哈哈哈 因为如果啊我们简单一点啊 如果你一个月啊我们我记得我们上一堂 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做过这个统计的嘛 如果我们一个月的开销是3000块 let's say一个月开销3000块 那么一个月开销3000块 一年的开销是36000 36000 那么如果我们要将它乘以25倍的话呢 啊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好像是900千啊 好像是900千啊 fire运动不是fire你的老板呢 Alex fire做不好也是会亏的 哎任何投资做不好都会亏啊 没有包赚的东西来的 但是它的成功率在那边 值得我们一试啊 你们说fire运动 或者说fire会亏钱 我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撥倒你了 你的EPF就是fire 你的EPF储蓄你的退休金工资金 本身就在玩着fire的concept 对不对 所以 你不能够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会亏钱 你就说 这个东西一无是处的 反而我们应该更加 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思考 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自己 当然它未必适合每一个人 对吗 适不适合自己 and 这个东西值不值得自己为之而付出 付出努力吗 又或者是又或者是 除了这个fire 你还有什么选择 可能你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but我们在这边谈论的是一个 适合普罗大众的一个选项 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讲清楚 对不对 OK 它有风险 它有好处也有风险 凡事有两面 对吗 OK 好 我们来讲一讲 刚刚有同学帮我算了 哇 Jasper说你要600多万 OK 900千了Daniel 谢谢 谢谢Daniel 给你一个点赞 非常好 我就记得前两个星期前有同学讲过 你看 fire运动的定义 你的fire number 你需要多少钱可以实现初步的财 初步的财务自主 不是任你挥霍的那种 每个月开销3000块 然后乘以12个月就是36000的开销一年 乘以25倍就是900千 为什么是900千呢 为什么是25倍呢 因为当你去到900千的时候 如果每一年能够产生4%的收益 4%的FD OK 或者4%的这个储蓄保险 或者4%的债券回报率 这种用很容易的被动收入能够产生出来的 那你900千的4%就是36000了 只要你有900千 你收4%一年 你就可以维持一年有36000去花 每个月有3000块的这样子的开销 那你就可以选择 你不做工也可以 对不对 你喜欢做工也可以的这种状态 那这个就是fire number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自己要去算一下你自己的fire number 那么你算了自己的fire number之后呢 你一定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的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的 就像刚刚的Jasper同学说的 哇我要600万才够 OK那问题就来了 你就要去针对这个事情去动手了 为什么600万那么多 那如果600万那么多 如果是600万的话 那是不是你每一年每一个月的开销很厉害 是不是在开销上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这个才用这个东西才借回去我们华人讲的开源节流嘛 对不对 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 你去思考了你才发现问题所在啊 然后就可以着手去解决了 那 这个就是 一步一步了啊 OK那么继续啊继续 来到这里 然后呢 算了我们的fire number 然后我们就要做这个东西了 start investing early 要提早开始投资哦 啊 提早投资很多人听过啦 然后呢 将你的 开销 想方法 将你的开销 要减低啊 然后还有 他有比较积极主动的做储蓄啊 对吗 因为他发现了问题 所以呢 好第一个 提早 滚你的雪球 第二个 削减你的不必要的开销 and还有呢 增加你的 收入 或者 或者 多元化你的收入 听清楚啊 这边有 两个意思的 可以增加你原本的工作的收入 或者多元化你的收入来源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fire 运动提倡的东西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 啊 算一算这个 算一下这笔账的咯啊 当然你可以在 Maybank这边的网站里面 有多一点的这个介绍啊 OK 马来西亚有没有机会做到啊 对吗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的 OK这边是他的 计算啊 OK 每个月 投资 多少钱可以去到100万 在你45岁的时候 你看Maybank帮你算啊 如果你是22岁开始投资 每个月要投资1400多块 啊然后呢这里是没有考虑inflation的哈 然后 7个percent一年的回报率 到你45岁的时候就会有100万 25岁开始的话呢 就每个月要投资1800多块 30岁开始的话每个月要差不多投资3000块 所以这些数字呢 这些数字啊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告诉大家这个数字呢 很多时候呢是呃 呃 你们呃 呃 公车 可能就要用到的这个费用啊 有些朋友如果一个不小心 公车公的很够力的话 可能一个月要公1000多2000多 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公一部车1000多2000多 啊 1000多块2000多块一个月 然后你要公7年甚至公9年的话呢 其实就会大大的延迟 你能够做到你的财务自主的这个时间 ok so 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啊 我额外提一提 那么好 再来呢 这边 呃他还有很多其他的 举例子啊 举例子 呃 让你的housing的开销 啊 要减少啊 可能你要租房子啊 或者住比较小的地方啊 这些是maybank写的哈 就给大家提一提呢 用公交公共交通系统 instead of 买新车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用 cost effective的二手车 然后呢 自己煮 啊 不要经常出去吃 哈哈 啊 所以还有呢 其他的一些不必要的开销 尽可能的 能够简洁一点啊 包括在衣服上面 在你们的gadget上面 对吗 啊 不要一出iphone就换新的 但有能力 另当别论啊 我们在讲的是 有这个想法 但是 呃 我意思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可能 觉得自己原本跟财务自主 遥遥无期的朋友们 现在开始想的时候呢 就是想想这些方向去思考 啊 ok so还有呢 呃 可以勾服一些免费或者低成本的娱乐啊 对吗 啊这些东西了 还有增加收入 很多啊 很多 ok 那么 这些东西给大家介绍过了 Maybank的网站里面讲到的 那 呃 我们首先 关于股票雪球的滚动 股票雪球的滚动呢 刚刚Maybank那里呢 有算过一笔账给大家看 对吗 那呃 我记得我们也有在以前 我们在这边呢 也有给大家呢做过一些 讲解 也是用啊 Excel的表格的 那么 呃 我在这边呢 就可以重新给大家算一算啊 如果我们用股票 用股票 去做这样子的储蓄变动的话呢 能不能够 可以让我们看得到900千的出现 ok 比如我用Value Farm手机应用啊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 啊 Financial Calculator 我们也有一个projection在这边 可以帮助大家啊 啊 假如我们从5000块钱开始 对吗 然后每个月我们投资500块钱 每个月投资500块啊 那么我们的每一年的回报目标是10% ok 然后我们试一下 做30年 这个是我们从5000块钱开始投资 每个月我们储蓄500块 然后用来定期存股啊 定期存股 定期存股啊 定期存股啊 不是定期存钱啊 ok 我们试一下 calculate一下一下 啊 看一看啊 ok so如果呢 一个25岁的年轻人 用这样子的方式 5000块开始投资 每个月存500块的话呢 到他55岁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100万了 对吗 刚刚我们讲到的 他的开销如果是这个3000块 对吗 那么他去到 800多千 900千的时候 在他53岁的时候呢 他就差不多有900千了 他就可以看到 这个被动收入可以cover 他的daily expenses的情况 当然啊 那个时候他也是有 可能有家庭啊 他的commitment也变成不一样 可能不是3000块啊 我们这边主要是给大家看到 这个过程 因为 当你收入越来越高 你可能每个月能够存下来的钱啊 也不是500块这么少 可能是1000可能是1500 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 呃 帮助大家 在投资的目标 投资的这个雪球滚动上面 可以去思考的一个事情 ok 那么 我们要回来另外一个东西上面 就是关于fire运动呢 其实他不是教我们做苦行争 他不是让我们说 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做 其实他有根据不同人的背景 不同人的背景 不同人的状态 去考虑你要选择 用哪一种方式去执行你的fire运动的 呃 在这边呢 我时间关系呢 就给大家直接找了一个 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 视频啊 so 这里在YouTube上面呢 有一个视频 有其实蛮多的YouTube的 讲投资理财的人呢 都有提到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 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 可能是比较新的 新鲜的一个东西啊 但是对于 呃国外的投资理念来讲 这个东西是 呃有很多年了啊 好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关于这个fire运动的分类 啊 它有 肥火跟瘦火的啊 ok Fact fire Fact fire 跟slim fire啊 还有咖啡丝火 还有海岸火啊 这个怎么回事呢 肥火当然就是你的 其实你的这个储蓄已经很充沛了 所以你在这个fire运动上面呢 你是不需要这么的辛苦去克制自己啊 你已经有能力了 那受火的话呢 你就能够满足你的基本需求 比较多 比较多人可能会go for的 尤其是打工一组 其实是第三个叫做咖啡丝火 第三种人的状态呢 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工作 然后存钱 and at the same time 你还可以去找多一些的收入来源 加快你的速度 大部分人呢是属于第三种的 第四种呢是那种 呃喜欢做就做 不喜欢做就不做的那种 我的意思是第四种呢 那个海岸火呢是他可以选择做park time 或者选择不做 第三种呢 其实是最多马来西亚打工族 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ok 那我们其实讲到第三种 关于这个咖啡丝火 也跟刚刚maybank这边讲到的 如果我们要普通人 普通人啊 我们还是针对回普通人要做这个事情 第一我们有了我们的财务目标 第二我们要提早投资 ok 那投资什么东西 在官派这一边 我们鼓励大家的是 透过股票市场 做有价值的股票 不能够随便拿那些烂抽公司做啊 透过有价值的股票来进行投资 而且你越早开始越好 ok 那关于这个有价值的股票进行投资 我其实有解释过很多次 尤其在周六我们这个理财直播的时候 我们会用ROE稳定的公司 或者派息分红稳定的公司 而且不能够是一年 而是要五年都稳定 的公司去做这样子的 作为我们存股票的对象 我们不会去找那些突然间扭亏为因 或者突然间有消息 这些股票是不适合定期存股的动作的 而且我们在定期存股的时候呢 一定要打折的时候买入 一定要在它打折的时候买入 所以在我们用Value Farm手机应用 我们在Value Farm手机应用里面呢 我们为大家做的 第一将派息稳定的公司找出来 在马来西亚股市里面 第二我们来对一对比啊 现在我们在讲解的是关于这个 Invest 我们开始投资 尽早开始投资 以及我们要用对的方法去做 所以我们选的公司不能够选啊 随随便便找个股票 我们要有基本面的股票 所以这些基本面的股票 我们从派息跟ROE两个角度 来判断公司的基本面 然后呢我们需要在这些公司的股票 出现折价的时候 我们在这些股票有discount的时候呢 才考虑用定期买入的方法 进行定存啊 但是我们不是定存现金 而是定存股票 所以用这个方式去解决我们的投资 然后呢 提高额外收入 increase your income这一边呢 其实我们已经在上个月 我也在这边很骄傲的跟大家宣布了 我们有共享value farm的商业模式 给每一位马来西亚的value farm的用户 我们其实明白 你要增加你自己的收入 绝对是不容易的 你要获得升职加薪 你要有努力 你要去做多一份 part time的工作 freelancer的工作的话 你也要commit你的时间跟精力的 那么如果在value farm 你自己在执行这个 比如我们在这边叫做fire运动 你自己在执行这个定期存股的目标 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意义 你也想帮助启发身边更多的朋友的话呢 你可以帮我们去推广这个value farm的工具 用来做定期存股的工具 对吗 那么你可以获得我们每一个月的现金奖励 那么你可以用这些每个月额外的现金奖励呢 来做你自己的存股 value farm income plus 已经正式的开放出来了 ok so value farm income plus 在松大的网站这边 因为我们出现了新的网站了 ok 我们会有affiliate program so在松大这边的affiliate program呢 就会有包括到value farm income plus 好 so 这个是我们给 我们给马来西亚的value farm的用户打造的一个 可以帮你 获得额外收入的做法 ok so希望我们 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呢 能够帮助我们原本的value farm的用户更快的 可以有额外的现金流呢 去存好股票啊 让你的雪球可以滚得更加的快 so我们已经做了这个东西出来 which对应 fired运动要reprement的话 increase your income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option了 那么剩下 我没有办法 陈建老师 我没有办法 逼你们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 就是关于你自己的开销 你自己的日常开销 还有你自己的commitment 的这个调整了 ok 这个东西呢 讲起来它又是另外的一套的东西 这个东西 我们在这里 或许多希望 感谢观看